当萧炎在四方阁大会上施展三色火莲,众人的反应都有多震撼。 要知道,当年萧炎以斗王巅峰的实力,凭借他那压箱底的斗技,三色火莲,重创四星斗宗的云山,为之后的击杀创造了条件。 而在这次的四方阁大会上,萧炎面对用出天妖皇族传承的凤青,在天妖皇翅无法使用,速度施展不开的情况下,只能用出这招压箱底的绝学。 当三色火莲成形的那一刻,几乎所有的目光都转移到了萧炎身上,其中绝大多数吃瓜群众都是一脸惊讶,因为多种异伙存于一身本就罕见,更别说将数种异伙融合所创造出的斗技了,这种是连听都没听说过。 萧炎算是刷新了他们的认知,而四方阁的四大斗尊虽然也很惊讶,但内心都有些不同的想法。 封尊者知道焚厥的存在和效果,但却不知道有这种威力其大的斗技,因此震惊后一脸的疑惑,以为这是要老背着他,偷偷创造出的绝学,而其他三格的化石人,则是在心中权衡。 毕竟连废天都能看出萧炎的功法特殊,何况是他们这种活了无数年的老怪物。 如果不是封尊者就站在其旁边,只怕他们会忍不住当场抓住萧炎。 逼他教出功法,同样还有不同反应的是林燕,他与封尊者相反,知道火莲斗技的存在,却不知道萧炎修炼了焚厥。 因此,当萧炎展露出比在迦南学院更恐怖的火莲斗技时,他显得十分兴奋,毕竟自己的兄弟实力变得更强, 又在这种大场合上一鸣惊人,他也跟着鱼有熔烟,最后则是当事人凤青了。 他做梦都没想到,自己曾嘲讽使用外力的萧炎,竟还有这样一张强力的底牌,三色火莲。 即便是放在那些顶尖势力中,也肯定是不传之秘,但凤青显然没有过多时间去思考, 萧炎为何能得到如此强力的斗技,只能使出自己的最强一招拼命了。